邀请两位队友来参加学院家属开放日开心吗 就是他们是我的家人 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我玩乐关系很好的朋友 所以他们今天能来我很开心 那小脸和孝子觉得呢 蛮开心的 谢谢 就是揍心了 就很开心啊 能够一起反正 就当三个人出来玩了嘛 我觉得大家其实也蛮久没有聚在一起 趁此机会 对 那三个团建一下 那两位家属开见成绩单是什么反应 有些理所应当吧 在你们心里一直是这样的 我觉得很正常 就是你这个成绩 对因为一直成绩蛮好的 对 你谦虚认真踏实 在任何地方都像春风一样 春风 第几名啊他是 第二第一 都是第一第二 那么厉害 哎妈呀 三个人每个人都描述一下 通认接力时你们走进厨房面临的状况 和你们做了什么 我进去的时候 不是文汉还还剩下那个 就烧了个锅 那个牛肉和辣椒要切进去 我就火速炒了炒 然后后来他进来的时候 其实我比较担心 我帮他倒了油 我就说你就把虾扔进去 扔进去就会熟了 因为虾是一个不用什么 对我都忘记了 对我现在想想是这样的 对我就让他扔进去 然后然后蛮顺利的就是有点咸 我是吃不了那么咸的 但是其他人我觉得还 重口味的人我觉得是OK的 那九九 我 就小莲说完我才知道 对小莲都已经帮我 把虾都沥水沥好了你知道吗 我都不知道 我说他最后为什么倒油 然后他是原来是想帮我 对 所以我去的时候很快 我就直接把虾扔进去就好了 然后就赶紧炒炒炒炒 然后杜诚哥说那个火有点大了 然后帮我挑小点就很容易就炒好了 嗯 我要做啥呀我要做啥呀 等一下 这个这个跟那个那个 我要做啥小莲 等一下等一下 你快告诉我 要么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回去了 我交接围裙 最后一道虾 虾虾虾虾 你得着了 穿着肉 着了 你得着的太狠了 哇糊了糊了 往里放啥呢 有 油 是不是油不够啊 这这咋做啊 你放点那个生抽 生抽是吧 哦有颜色了 你看我还教你 是 可以 你做完了 我觉得我反而是第一个开始的 就是我进却收 没有得到任何信息 我也不知道我们有什么菜 锅是空的 啥都没有 是哦 我就感觉我反而是第一个 是 对我问他三个问题 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哦 问我了三个问题 没有得到回复 你为什么不切钱 在整根就丢进锅里 嗯 因为我想做那种 原生态 烧钱 就是烧熟了再把它 再把它撕碎 哦 我懂你意思了 那你撕了吗 没有时间 然后杜华姐也没有懂我要做啥 你有跟他交流吗 你有跟他交流吗 没有 我说那个大概熟一下吧 然后就好了 啥就大概熟一下 谁能听懂这个交流 但什么大概熟一下 因为我进去时间太多了 你也没跟他说什么撕开什么的 这些都没说吧 没有说话做虎比心教 没有人能get 你知道你自己已经追风了 木头华女士了吗 是吗 我感觉我走的时候 看他背影还蛮自信